或许给我 我觉得优秀不稀缺 匹配才稀缺 双向喜欢的这种 概率越来越小 双向攻 innate才是最好的一种 在座有没有觉得 自己是活该单身的 凭实力单身 平时率男生 男生多久了 别哭嘛 没事 哎 难过了 你有猜想是谁会难吗 还好啊 都是朋友 跟着自己的心走 永远不要伤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自己变得这么爱哭了 我觉得她是认真了 所以她哭了好多次 从不开心到开心 再到平静 放下 哪都说放下就放下 所以你是 负责人 对 然后也是最帅的 麦姐坦白了 要主动出击了 所以你自己也好究竟 我以为我不就是 但是 其实在那里的时候 就看到她一个人自己在那里 觉得哎呀 心疼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这是万人迷的烦恼 我如果是万人迷 我还会苦恼 但是你现在完全是开放式 你是自由的 我知道我是自由的 对啊 所以我以为我不会苦恼 那今晚就觉得 他们两个人的性格 会有很大的差别 差别 会有什么差别 我想听一听 昨天我在书房 其中一个 就会说 我感觉你像是需要一个人独处的 然后包括 当时也很多人在场 然后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也不方便进去 对吧 其实我觉得你需要陪伴 另外一个就 当着所有的能力 直接进来 找你聊天 那你觉得 肯定给你心里的感触是 是很感动的 对 他叫他进去 他没进去 那我是觉得说 对于这种犹豫 或者是说相对于 没那么直接的 跟我一样都是属于 自我保护欲比较强 如果说两个人都是这种性格 这种感情会很危险 对 会很危险 很难 有我们在呢 请你勇敢点 你在我们面前 真的可以完全做自己 因为我们 对你是完全 崩溫 我觉得我们九个人 彼此真诚 就够了 所以我觉得 做一个敢爱敢恨 很潇洒的人 我觉得只有这个样子 你自己才不会被束缚 是的 麦姐说得好 如果碰到喜欢的 不要纠结 真的 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两全的 你就去争取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至少到最后 你不会想起来说 哎呀在那个时候 我为什么没有争取过 现在橙子是更主动的那一个 我打开了 平时我可能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 但是来到这回 让我觉得主动很重要 然后跟着你的脚印子 认得出来 可以认出来 你不要卖太大的布子 我买一个这么大 我可以 好爱吃榴莲 戴一下口罩 要买一点这种吗 这种可以 我帮你挑完一下 你冷藏 你要拿着吗 我已经知道第一位了 没事 都给你知道的东西 拿去刷 我想让你知道 你是第一个让我 讲自己事情的男生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然后我们一起喂鸽子 包括我被鸽子吓到的时候 你会下意识的 对扶我一把 我觉得 好棒 就是感觉好好 然后 你拿着那个妙蛙种子 放在我头上的时候 就是那一刻 就是那一刻 就是自己会觉得 嗯 然后有一点点 非常开心 你看那一只 我喜欢你 就像打喷嚏和喷嚳一样是难以掩饰的 开心的 我每次在 小屋里就会 很不自觉地去 搜寻你的声音 你的眼睛会笑 我望着脚中的毒药 就快要 受不了 你的声音在 不行 我本来不紧张的 然后你不忠于我就很紧张 你家给程度送了一把火箭 呦 早上都说了一嘴吗 我发现我好久没喝 诶 我已经知道第一位了 每次都给你知道的 拿去刷 你在这边吗 别守谁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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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来说就是有福气嘛 在我身边 Boken Weary of the world 然后 最后想说的就是 前几天我们开车去 海边的时候嘛 然后 程子就问我 她说 那天晚上我在台上 先看到了台下的谁 我就跟程子说是看到了Melody 因为她坐在了一个中间点的位置 哎呀 嗯 其实当时我是撒谎 因为 即使你只是坐在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角落 我应该也能第一眼就看见你 因为你真的很特别 对 平时的单身 平时的单身 那站这么久了 我应该是很特别的 就是我可以遇见到最大的经验 我喜欢你 我愿意为你去付出就够了 还是想说谢谢 做自己 做自己 潇洒地期待下一段感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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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